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场地非常的熟悉 我觉得应该不陌生的露营 夏天也好秋天也好冬天也好 一年四季只要想露营随时都能出发 当然在今天现场的话呢 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冰箴开启这一场为期 一个半小时的直播 而在直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福利马上就要来 以及包括我前面有跟大家预告说的 我们的拍立得的清明照 我们的豪华大礼包 以及我们的更多福利 都在今天直播间实施观众 千万不要错过 想了解更多同款的下方小方 就自己先可以看看啦 其实自然引领一切 包括像我们万物也孕育了无限的可能性 那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一起走进了我们的户外 一起探索自然的野生美 其实呢很多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这一次骆驼二三年的大片 秋季大片 我们是一起去的美丽的新疆 那这一次我们的珍珍 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新疆之旅 我们这一次的大片之旅 有怎样的一些趣事和大家分享吗 趣事 我觉得这一次 他 嗯 记忆最深刻的是 我觉得新疆的天黑很晚 然后就 比如说工作的话很 时间很很足 对 因为其实新疆的话 它属于在我们的祖国的一个偏 西边嘛 它有时差性 所以呢 其实新疆很多人会觉得说 新疆的日出 就是它的日照时间真的特别长 早上六点四十多分日出 晚上十点多分才日落 对对 所以整个的一个拍摄过程中 你感觉最深刻就是 我们新疆地方的一个日夜的一个时间段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深刻 对对对 那这一次是您第一次去新疆吗 这一次去你和你想象中 或者说你印象中的新疆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嗯 我印象中的新疆就是 很 很 那种 大城市一样那种 但是 去了之后 就不一样 很 草原呀 山林呀 很舒服 清脏 有没有一种很像回到家的感觉 就是那种原始的一个气息 对对对 感觉回到家的感觉 其实看得出来啊我们的丁真啊 非常的有点小紧张的感觉 因为我今天跟他对接的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浑浑的一个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 其实没有关系 虽然我们现场可能有常见上班的粉丝朋友们一直关注我们直播间啊 但是 当然都当上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就好了 嗯 其实 其实在今天啊 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 其实像真正的一些动态 我们都持续的关注到 所以呢我们也整理和搜集了一些关于真正的几个关键词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真真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这些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小助理上当去 其实在我这里有三个关键词 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也可以看看你们了不了解 第一个 八一赛马节 我觉得这个应该粉丝朋友们都不陌生 其实就在7月份的时候嘛 参加了我们呃 丁真老家的赛马节 那这一次赛马节的一个体验感 你觉得感受怎么样了 赛马节的体验是很 呃感觉 比如说骑马呀 我是一个喜欢骑马的人 然后就骑马的时候感觉 呃 自由 呃 然后就感觉自己一个人在 草原上奔跑的感觉 草原上自由奔跑的感觉 非常的舒适且自由 其实有没有一种就是 特别是这一次赛马节是回到了您的老家 然后去在草原上骑马的方式奔跑 其实可以看得到啊 在网上一些视频里面 都能看到我们丁真弟子的表情 包括他整个时辰就是有种非常像回到人家自己地盘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赛马节我们的朋友们啊都会很好奇 包括也很了解我们关于真真的一些其他的故事 那我们有朋友说啊真真多喝点水啊 多喝点水啊 谢谢关注 谢谢支持 那么水的话下面也给大家准备了 所以就希望他给喝一下 嗯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赛会之外 其实还有几个关键词物 我觉得对于真真来说也是非常的一个标志性的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这个工艺 因为我觉得可能了解这些人都会知道 那一个十秒的视频那张照片真的非常出圈 而在我们丁真出圈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在公益这一块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看待公益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做公益是一个比如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帮助别人啊 那种然后就我觉得做公益是一个好事 然后就啊帮助更更多的人 然后就嗯 嗯 嗯 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就觉得很很开心 帮到别人我就觉得很开心 嗯 对然后就公益是一个感觉自己做善事 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回馈于我们所有的老家的朋友们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一次的就是丁真的一个出现 其实的确也是改变了就是他们老家的一个环境 他对于丁真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那十秒的视频那一几张出片的照片 但我觉得对于丁真来说可能这也是他感恩有这么一个机会 但同时也回馈自己的家乡 所以对于公益这件事情他持续的关注 其实包括这两年像公益青年像公益之星等等的奖项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奖项的问题 更多的是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了一种他自己的责任 所以就是我觉得对在的紧张绑脸了是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的 呃放我这边吧放这下面 谢谢 可以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公益这事情对于我们的丁真来说就是他自己 对于自己来说他觉得是自己的使命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无论未来做怎样的公益 我相信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和支持着我们丁真的这一些举动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忘记记得点击左上角的关注 并且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 有朋友说语速偏快 好的我们稍微慢一点点没有关系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 其实你平时喜不喜欢看电影 对于电影这一块的话你平时喜欢看哪种类似的电影 嗯 嗯 比较喜欢看 打的打架的打 哦 武打的 对对对对 一些有运动相关的 然后看 蜘蛛侠呀那种 啊就是一些科幻大片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这个 大荧幕 因为其实有关注珍珍的朋友们都知道 其实像最近的话也有写手一些作品 也准备带来一些全新的一个影视作品 所以对于我们的拍戏这一块的话 你是一个怎样的感受 你会觉得很难吗 我觉得 还还行吧 觉得还行 那跟你 嗯 那么难 那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拍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怎样的趣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确实是谁 就是有趣的事情 哈哈 快乐的事情 拍摄过程中觉得 我觉得 其实是 拍摄是一个工作但是 去 不同的地方看 不同的风景我觉得很有趣 嗯 嗯 一呢 工作也完成了 二呢 然后就自己也看到了更多的 历史呀 更多的 嗯 嗯 嗯 了解不同的 历史 那个 地方的 嗯 那种 就是了解更多 就了解更多 在每一次拍摄当中了解到更多的 历史文化 人文 对对对对对对 以及了解到了更多你所未知的东西 好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影大荧幕这个关键词 那么其实前段时间也有看到您官宣的电影准备上新了 那你对于这个电影的话呢你会期待吗 期待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对对非常期待 好 那么呢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关键词的三个点 那么同时在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话呢应大家的要求我语速放慢一点啊 那么欢迎来到我们骆驼官方直播间 我是麦子 这是丁真 当然在我们直播间其实有看到很多朋友们会很好奇说 我们的这个丁真穿的服装是在几号链接 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在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您可以点击左上方的关注点击关注了解本次直播的更多内容 那么同时第二点是如果说想了解同款的包括丁真同款的冲锋衣的话呢 是在我们的下方小黄车点击小黄车的一号链接 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边了解我们骆驼的全新冲锋衣 一边了解到我们丁真的更多全新资讯 那么当然在后面还是要提前预告一下 因为在我们今天啊丁真是携手了非常多的福利大礼来到我们直播间 包括有像我们丁真的一个清炳签名的拍立得照片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前的预告一下 给大家提前看一下我们照片上什么样子的稍后给大家进行分享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我手上的四张全部是今天新鲜出炉 刚刚拍了 对刚刚拍了是不是分了认证了 而且是给大家签好了一个清笔签名的 这个的话呢就会在稍后的环节通过抽奖的方式给大家送出我们的一个 非常精致的我们丁真现场拍的拍立得的清笔签名照 这个呢会在稍后的环节给大家送出去有四个名额 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有我们的无数份的豪华大礼包 那么这个大礼包的话呢是一个套装组合啊 同样在我们稍后的环节会给大家送出来 来我们也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礼包有哪些吧 那么首先的话呢在稍后的环节的话呢大礼包是会有包括我们这一款我们丁真同款的一个冲锋衣 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冲锋衣在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当中非常实用 防风防水防暴雨而且还给大家配了一个我们的非常精致的一个黑色款的运动的压舌帽 这个呢是两个还有 来继续 来我先放这里 来我们的精致的杯子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两种颜色 那我们这两个颜色的话呢是随机发放的颜色随机发放 同时还有 喜欢这项朋友们都绝对不能错就是 我们的还会给大家准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丁真的一个非常帅气的雅克力的一个摆件 以及我们两个我们这样子的钥匙扣 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照片 我们丁真照片的钥匙扣 这个两个是都送给大家 所以就是两个我们的丁真的形象钥匙扣 再加上我们的立牌摆牌 再加上我们的杯子两颜色随机发放 以及我们的同款冲锋衣和帽子 我们全部都会给大家送出去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稍后的一个福利环节 所以如果说是有兴趣喜欢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了这个呢 再稍后一个进行发放 谢谢 谢谢 那么当然啊 在今天直播间之外的话呢 除了分享我们的这些 关于我们的骆驼品牌的产品之外 同样分享我们的礼盒之外的话呢 那么礼盒的详细内容 您同样可以在我们下方的小黄车里面 进行了解我们今天的更多福利 那么包括像我们的服装 包括我们今天骆驼品牌的每一个单品 都在下方小黄车都可以直接点击直接来了解 旁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个摆计 这个品牌送的 对 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福利环节 送给大家 那么其实今天包括我看到有很多弹幕里面的粉丝朋友们 都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的丁真进行沟通聊天 包括他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在看上这些我们整合了非常多网友粉丝 对我们丁真想要了解的问题做了一个集谨 所以呢 来这边等一下我要代表着粉丝朋友们向你进行发问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在骆驼官方微博上进行了 你最想问丁真的问题征集 所以稍后的环节 粉丝的问题由我这边为您进行提问 那您这边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相信他们都非常期待你多点说话 不是我多点说话 哈哈哈 好那么请问 嗯 网友说 珍珍在工作之余是如何放松的呢 呃 工作完了之后然后就 呃 去 嗯 回家然后就打打游戏啊 然后就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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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打打一些拳击 拳击 然后就 呃 有些时候去健身一下 嗯 看得出来丁真真的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一个少娘 来 对对 对对 骑马呀 然后就有时候 那个味药里面打了拳击 嗯 对 那我想问你 骑马和拳击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骑马 骑马 比如说我要去你的老家我要去徒步了那我需要带点什么东西呢 呃 比如说去我老家 嗯 嗯 的话 首先要 你要 带好 那个 高反的药 哈哈 高原反应 对高反的药 然后要 呃 带衣服 衣服的话你带 羽绒服呀 然后就 呃 比如说骆驼的防火鞋呀那种 嗯 嗯 要 自己保暖嘛 高原的话夏天也好 啊 冬天也好 比较冷 然后要好好 嗯 保暖自己然后就 带骆驼的羽绒服呀那种 嗯 对对 其实我刚刚有听到几个他说的比较多就是骆驼的羽绒服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天气 所以像现在这个天气九月份十月份的话的话呢 它是更适合穿羽绒服来穿冲锋衣呢 嗯 嗯 这个时候差不多 穿冲锋衣比较好一点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们也喜欢徒步 包括也想去盯着老家那边去游玩的朋友们 真的把我们所有要带来带鞋 像冲锋衣啊 背包肯定要带吧 装衣服啊 装一些水壶呀 穿一个我们的徒步鞋 那还能准备一个帽子什么的防晒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套搭配 同样都非常的需要 当然 我还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另外在我们后面的环节 还会有给大家做现场搭配的环节 让丁真给我们搭服装 所以如果说你也想要就是同款的搭配的话 都要持续关注 不记得左上角关注点一点点击关注不迷路了解更多超值好物 尽在今天直播间 丁真带你来了解 来收继续 请问 啊网友又提问了 我觉得他就是很想了解你的喜好啊 这都不是问那个相关的问题了 请问 真真 骆驼的冲锋衣你最喜欢哪一个颜色 嗯 他没有标准答案 反正 黑色 然后就 嗯 白色 然后呢 粉色啊 呀 反正多喜欢 哈哈 选不出来 就是成年人的喜好是你不要问我最喜欢哪一个 我全部都要 当然其实像黑色的 其实我这款就是我们骆驼的一个冲锋衣的黑色款 包括像我们这个非常时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拼接色系 包括像说的白色黑色灰色粉色 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的颜色给大家做好搭配了 所以如果说有兴趣有想了解的话 都可以下方小欢车进行了解一下 来继续 那想问一下啊 真真之前拍了我们两次骆驼的大片 你觉得这两次拍骆驼大片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不同的点是一个是 我家乡 一个是新疆 哎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家乡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场景 我家乡的话 嗯 草原 然后就 有雪山 嗯 嗯 还有山林啊 夏天的话我去我家家乡的话真的很舒服 冬天的话有点冷然后就灰比较大 然后就冬天的话把草全部都干了然后就 有氧气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又容易高反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有提到几个词就是冬天可能会 首先第一个比较冷而且灰尘比较大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穿 但是但是冬天去的话有可能会下雪 啊冬天草原上的雪景也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嗯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前面也有聊到过就是骑马的问题 有网友提问说 珍珍 请问有骑马的安排是不是会让你更加开心呢 还行 嗯 嗯 骑马拍摄的话 骑马 骑马拍摄是 只是拍摄也也 嗯 不能那个奔跑 然后就 还行 那如果说这一次的拍摄我们下一次 骆驼大厅拍摄 给你准备了一个大草原回到你老家 然后给你准备了几匹帅气的亮马 让你可以自由的驰骑在你的老家的草原里面 你这样子 可以啊 哈哈 看得出来表情完全不一样 突然之间眼睛发光了 让我回到自己家家还能肆意奔放的骑马 那那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那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来继续下一个问题 请问啊粉丝提问啊 虽然我也很好奇 你会不会刷到一些粉丝给你剪辑的一些好玩的一些视频呢 刷到 你会你去你会去看 会去搜 会去看 看完之后的感受是怎样的 没有什么感受呀 觉得 有些是好笑 有些是哦 真好看 那种 我相信不论是粉丝朋友们给天生做的不同的视频啊 就是他都会默默的去关注的 来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很好奇是哪一个网友提的问题 请问如果说你能有一项超能力 你希望是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嗯 好难啊 这个 有千里眼睡风啊 顺心移动啊 会飞啊或者是 无心术啊 会飞 为什么呢 嗯 嗯 飞到很高的地方 然后就看 更好的风景 对对 我感觉不单只是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而且我觉得丁真子实上有一个很大的关键词 是我自己发现 他真的很爱自由 就是无论是骑马也好 还是说想要飞的这个事情也好 他其实更多的是 喜欢自由的在 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看到有网友说我猜对了 果然是会飞啊 看来这都很了解 来 下一个问题 请问 珍珍最近有没有吃到一些比较好吃的美食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嗯 我们昨天吃了那个 嗯 那面包 面包 那叫啥在这 广州的吗 对广州的 广州的面包 哪个 哦 菠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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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也想忘了 其实广州的美食特别多 其实今天我来的时候发现有真的很多的粉丝朋友很关注 丁真的一些 状况啊 像这两天我们在广州的直播当中 其实相信广州的美食一定不能错过 作为一个本地广州人 我一定要跟你们说就是真的广州的早茶真的很好吃 那你觉得菠萝包 为什么会很觉得很特别 因为 一开始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 这很大感觉 吃了 吃了 吃一个就饱了 但是 你你把它拿出来 你 掰开的时候里面是空的 是空的 对对对 我们还有一种进阶版叫做牛油菠萝包 就是里面会加牛油 甚至还有一种叫做菠萝猪扒包 还能加猪扒和鸡扒 对 就进阶版 所以 那在我们今天来到广州的话呢 你有没有想说我们 入乡随俗 然后学习一下广州的语言 粤语呢 可以 我会一点 但是 打开好 打开好 嗯 就会对 那如果说让你想学两句粤语的话 你会有没有什么想学的一些话 我教你 吃饭 看得出来真是个吃货啊 吃饭 广州人的打招呼不是问你你好 或者说在干嘛 广州人一般打招呼会说的一句话是 你吃饭了没 因为 实在广州嘛 就是一般广州的问号就是你吃饭了没啊 随时都可以问 那我教你一句你吃饭了没 你吃饭了没 来 粤语就是 你吃到没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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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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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過的啦 你吃早餅 對,你吃早餅 就比如說我們打招呼的時候 嗨,你吃早餅 就是關心你吃飯了沒有 因為這樣子又可以延伸到下一個話題 就是你吃啥了 你吃早餅 那還有一個 就是在廣州一定要學會的就是 靚仔靚女 因為廣州製品的話 就叫人無論是多大的年紀 都會說 特別是 在廣州的一些餐廳 或者是一些商場 就是我們去叫別人 他都會說 帥哥 帥哥 然後美女就是 帥女 對,對 如果說就是 比較親密一點 比較的親密一點的話 就說你在幹什麼 我們就會說 寶寶 寶寶 寶寶就是寶寶 寶寶 寶寶就是你在 你在 那種小嬌村 所以你們還有什麼就是 對 所以你們還有什麼想聽的嗎 雖然我不一定真的會教他 但是我們可以看你們最想學的什麼東西 其實還有一句話我覺得你也可以學 就如果說你來到廣東 要跟別人表達喜歡 我喜歡你 這四個字 我覺得你可以學一句 跟你的一些粉絲朋友們都可以說 我喜歡你 叫做 我 我 中 就是鬧鐘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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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然后很多宝宝说 说学叫哥哥叫姐姐 这个 这个就下次再教了啊 当然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 都可以在直播间弹幕进行互动啊 当然我不一定会全部看到 因为刷频率真的太快了 当然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的是点击关注 左上角的关注点击一下之后呢 在我们直播间持续关注 我还是要预告一下 因为马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福利啊 我们还有我们的拍的签名照 包括我们的定制大礼包 都将在稍后的环节 给大家进行送出 那么在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呢 真正有没有什么话想 对粉丝朋友们说吗 谢谢大家 好官方啊 没事什么都能说 只要不违规 想不出了 突然 看到他出来真的 特别内敛的弟弟 是我太凶了 放心姐姐不吃人 也是 那当然呢 我们在这里收集问题的同时 其实还有收到一条 来自粉丝的一个留言 他这句留言呢 他不是提问 是给你的祝福 他说 想了半天也不知道问他什么好 但是就是希望他能够天天开心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粉丝朋友们啊 都想对我们的 丁甄说的一些心声 也是有这个粉丝宝宝作为代表 送给你的 谢谢 谢谢 我也想说这个 然后后面看到了 然后就没说 也不知道怎么说 没关系 其实今天直播间 我也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快乐乐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顺其自然 嗯 其实我相信在这两个时间当中 健康平安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在今天直播间朋友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健康平安都能 开开心心每一天啊 当然不要忘记 关注直播间福利要来了 来 首先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话呢 要给大家送出的第一个福利 就是来自于我们丁甄 给我们粉丝朋友们的福利啊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展示过的丁甄 然后我确认一下啊 这个是你刚拍的对吧 刚我拍的呀 这个这个衣服 同款衣服 对对对 丁甄今天现场穿这么骆驼服装 现场拍摄的拍力德 而且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是 亲笔签名拍力德 给大家签好名字了 而且呢 我们这一轮的话呢 会给大家送出四个名额 每个人都会有一张 啊 虽然动作是随机的 但是都非常帅气啊 阳光明媚 非常灿烂的笑容的丁甄的一个 签名照 那么这个呢 怎么给大家送出呢 非常简单 首先这个的话呢 稍后我们会在直播间 给大家放出我们的红包福利 等一下大家把我们的口令指令 输入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等待我们稍后开讲 咱又说 无论是我截图给你们抽 你都会说我不公平 咱们系统来抽 不要骂我好吗 来我给大家静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签名照 长什么样子 对是有 我们的这个名照 它是普通的 顾名和表 而且是给大家签好名字的 这个四个名字 等一下送给大家 就能拿到哪一张 就看你们的命了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那么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准备好了吗 OK了吗 来我们等于三秒钟 准备给大家上福带 三二一上福带 对哦 那么现在的话呢 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左上角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看我们的手机办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 刚才搞的一个笔板 点击进去 然后就可以一键发送给评论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稍后的开讲 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 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的福利啊 我们的四张签名照送给大家 所以如果说想要拿到签名照 我们直接点击一键发表 然后等下决定送给大家 那么大家不要忘记 想要再到这里帮忙 先把关注点一点 这个是指示丁真送给我们今天 骆驼品牌的粉丝宝宝福利 如果说你不是粉丝宝宝 那先点个关注 并且蹲在直播间 持续的看好 因为如果你错过了 我可能联系不上你 第二是如果说你不是我们粉丝宝宝 尽可能不要抢 当然如果说你是想要抢福利的朋友们 左上角观众先点击 点击关注 丁真给你们送我们的亲笔签名的 嗨力德照片送给大家 那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好礼啊 那么当然如果说你们已经 把我们的评论刷新在我们的评论当中 同样你们也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话 打在公屏之上 因为我们是能实时看到你们的所有的弹幕留言 所以呢就是 如果说你们也想要 并且看到你们留言 也记得把你们想说的话 都可以刷屏打在公屏之上 对 那么现在还有八分半的时间 给大家开讲 那么在这个时候 给大家继续聊天分享一下吧 那么其实在今天来到我们的广州 其实我觉得特别巧的点什么呢 台风来的 对 感受如何 还好吧 没有那么太大的 我觉得这一次特别巧的是什么呢 昨天其实台风这个预警非常大的严重 所以如果说你是想了解一款就是 能防水能防风 而且能够防寒的一款冲锋衣的话 您都可以看一下我们丁真身上这一款 是在我们小黄车的一号链接 一号链接给大家做足了我们这个冲锋款的一个款式 颜色不同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那当然在直播间朋友们都不要忘记 就是在今天直播间还有很多的福利等你来领取 只要你敢来 我们就敢用系统来抽取 不要受偏心 因为真的我之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活动 就很喜欢玩那个叫做截屏抽奖 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就会被骂为什么 因为粉丝太多了 粉丝太多了完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不是我 你是不是搞黑幕 你是不是搞内幕 是不是你们自己人抽自己人 最近咱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系统抽奖 系统来抽 我们就给你们送福利就好了 好那么当然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话呢 同样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还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的八件套的大礼包 那么这个八份豪华大礼包 会在稍后的环节给大家送上 那我先给大家展示 看一看我们的大礼包里面有哪些福利 那么首先用这边上我们的道具 那首先的话呢我给大家预告一下 因为这一款是我们等一下 豪华八件套给大家准备的福利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一款的话呢也是我们骆驼的一款 就是我同款的一个冲锋衣 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冲锋衣 冲锋衣 而且我给大家做了三合一 那一款是非常的新一款 是我们的一个简约的一个造型 这一款是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风防寒 而且很温的一个像楼面的大礼包 这一款是等一下大礼包会送的 同款我们的冲锋衣 那么第二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 我们这样子一个定制的一个鸭石帽 这两个是在大礼包包含着 其次就是我们还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的 两个我们非常精致的杯子 一个是我们非常精致的森林色的新墨绿色 一个是简约色系的一个米白色 这两个是随机二选一 随机二选一 没法自己挑 我们随机二选一送大家 其次就是我们还会给大家做一个 我们金针红款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 亚克力的百件手办 也是配套送大家 加上我们两个非常精致和简约的一个 来看看 我们这样子一个亚克力的 你都贴钥匙以后也是给大家 我们这个都会再烧个大礼包送给大家 所以如果喜欢朋友们 关注点赞 你送下来 同时在我们直播间持续登好就可以了 好那么现在直播间朋友们 还是要跟他预告一下 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就给大家送出我们的 丁针的亲笔签名的拍立得照片 对 那么当然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啊 同样我们福利还是没有结束 因为稍后还会有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 那么看一下我们的弹幕里面这边说 丁针真帅 所以这一次来到骆驼直播间 你会有怎样不一样的感受吗 感受是很熟悉 感觉到自己家一样 特别熟悉 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做的 就是我们整个现场布置的 就像是在草地上露营的感觉 对对对 也是希望能够给丁针一种回家的感觉 就像我们回到我们四川 回到我们礼堂一样 在自己家的草地上面 搭到一个露营的场地 您可以躺着 你也可以坐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聊天 同样的话也可以加速出我们的福利 那么当然在直播间的宝宝们 如果是想了解 关于骆驼服装更多的一个产品内容 您都可以在我们下方的小黄车进行了解 那么首先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 是我们丁针同款的这一款 我们的冲锋衣 我觉得也可以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这款冲锋衣长什么样子好吗 可以 来我们给它展示一下 来上丁针 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整体的款式 来站中间 整体款式就是 无论是谁刷 都可以像我们的丁针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的干净利落 因为其实丁针有个很大 就是我们的野生清理 对 所以就是简约时尚 而且它颜色给大家做了一个拼接款式 它整个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非常精致的一个拼接款式 它不是那么特别单调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喜欢一些比较偏时尚感的 年轻感的 然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号链接去了解一下 而且整个中间给大家做了这样子一个 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别加的一个我们的拉链位置 就可以更好的防风 而且这边魔术贴加拉链的设计 让你防风等级更加高 整个台式给它做了一个防磨防瓜 防水防尘防汗的一个台式 所以基本上像我们下雨天暴雨天 无论是苏拉阿拉什么拉来台风来 它都能很好地帮你挡住雨水 就是像给你剁了条膜一样 穿着一个鱼在身上 但是你同样非常的简洁 而且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侧面和我们的后面 后面其实也非常简约 给大家做了这样的简约拼接 而且像我们的帽子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 增加的一个延长的一个帽颜 所以像我们平时下雨天的时候 你只要把帽都戴上 你就可以很好的既有一个让鸭血 帮你挡雨的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同时它不会影响视线 让你看东西看得清晰 但是可以很好的挡风挡雨 而且帮你很好做到保温 因为整体给它做台式包 整体给它做的一个款式 都帮大家做足了下雨天也好 台风天也好暴雨天也好 都可以很好的帮你保足 让你帅气依旧 让你更加的不担心做下雨的问题 OK 当然在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呢 我们福袋师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就要给大家抽出来了 现在大家预料是在我们直播间 今天直播间 现在刚进来的宝宝们 如果说你还不了解 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环节 首先第一个点击左上角的关注 然后点击关注 稍后冰针给大家发放福利 第二个是在我们今天直播间 刚刚我们提到说像这样的天气 天气的确有点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 如果说你是喜欢徒步的 喜欢运动的 想去到丁真的一个城市里面 去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那么像我们刚刚丁真说的 我们的冲锋衣不能少 而且今天这一款防风防雨等级 我们稍后会有一个淋雨挑战赛 现场来感受暴雨冲击 会怎样的一个体验感 是否能够很好做到防风防水 以及保温效果 那么同时的话呢 在今天直播间 我们还有40秒钟的时间 就要给大家开福袋 本轮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这一个 我们丁真的亲笔签名的拍立得 这个是送给大家的一共四个名额 所以 等一下谁拍到的朋友们 谁抢到了谁中奖的朋友们 记得在我们直播间 说我中奖了快看看我 那我们的丁真看看是哪个幸运的宝宝 能够抢到丁真的亲笔签名的拍立得照片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轮的福利 那我们最后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准备给大家送出来 来到底是五四三二一开始了 那么也恭喜我们这一个小某某 五某某动以及V什么什么G 以及脑什么什么了 恭喜我们这四位 怎么知道自己是否中奖 说的第一个 不管你中奖还是没有中奖 都会有一个弹窗页面弹出来 记得截图保存 我们后期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进联系 当然中奖的宝宝记得在直播间 抠我中奖了快看看我 抓心我们的找到我们的更多的一个 镜头 让我们的丁真能够看到是哪些宝宝中奖了 同时我还是要跟大家再预告一下 在稍后还会有大礼包 我们今天骆驼定制的专属豪华大礼包 是将在稍后的环节给大家进行送上 所以如果说在直播间刚刚说 啊我没有中奖 怎么还没有抽到我 怎么不是我 没关系 今天蹲好直播间 多轮的福利 多轮的抽奖送给大家 我看到有个宝宝说我中奖了 我中奖了一个CEU说我中奖了 来恭喜中奖的老伯们 恭喜 那么当然没中奖的朋友们也不要担心 我们稍后马上给大家 中奖的休息片刻 我们稍后给大家开启第二波的互动环节 我们休息片刻 我们稍后再见